就是叫做 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会有所谓的冲煞 师尊常常跟你讲 哎呀 你冲患了 为什么叫做冲患呢 就是你自己本身 你没有看到他 你从他的身体穿过去 那你就冲患了 你是冲患东方的吗 就往东方的送 冲到西方的就往西方送 冲到南方的你就往南方送 冲到北方的就往北方送 把他送走 你就不会卡阴 周伟师尊有教大家 如何送的方法 这个有时候送这些鬼 你要懂得冲患的是东方的 南方的 北方的 西方的 你去找如果有土地公庙 像台湾有土地公庙 你冲到东方的 你找东方的土地公庙 跟土地公讲 然后把金画给他 有些金是给土地公 一些有些金是给冲患的 那么在除日 除气你身上的卡阴的除日的 午后 午后 气烧 都会有感应的 有时候冲患是 现在也是叫大家一个法 你冲患了 不知道是冲患 师尊不在 不知道是冲患东方 南方 西方 北方 怎么办呢 你到姚石金母面前 跟姚石金母讲 我到底冲患是哪一个方 你这宝贝一下 他跟你讲哪一方 你就到哪一方去烧个金 或者说我烧金要烧在第几炉啊 第1炉 第2炉 第3炉 第4炉 第5炉 第6炉 你冲患的时候会 这个病因啊 有一些冲患的是属于鬼神病 不是一般的疾病 鬼神病的话 告诉大家 你头痛烧第一炉 脖子痛烧第二炉 这个心胸这边 胃肠 胃这边烧第3炉 肠子跟这个密轮这一方面烧第4炉 上面的脚部 脚酸烧第5炉 下面的脚烧第6炉 就是从头六个炉是这样子讲的 你到底哪里辛苦烧哪里 这基本上是这样子啦 还有比较特别的 师尊告诉你烧第5炉 因为那一个炉代表东方 那一个炉代表西方 那一个炉代表北方 东南西北 中央都有 都有的 你如果懂得这样子的话 或者你住家 在你家里 你的住家 你充饭了 姚慈金母拔杯 跟你讲是东方的 就是你住家 面向东方 把一些纸巾 跟祭品拔一拔 把他送走 在午后 午后送走比较好 在除日送走更好 平常的日子也可以 平常的日子 但是如果按照这个可觉的话 那在除日最好 就除掉你身上的卡因 除掉你身上的疾病 是这样子做的 这就是一个法 跟大家讲 这个就是一个法